筛选业务,比如说我筛选的话一定要是什么 比如我今天只知道他开头,其中一个关键是菜好了 那我如果不一定要输入全名,是菜就可以,菜头就出来了 那或者是比如说什么政府机关,我可能不知道叫全名叫政府,我可能输入政府就好了 类似像这样的话,那该怎么做 如果以现在的话,我现在如果筛选业务,假如我输入一个菜,这样应该是不OK的 原来好像我有这个地方,他应该就,我这个是个中断,你把它拿掉 再跑一下,查无资料,有没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能够让它变成,有点像是关键的keyword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就是需要用到筛选里面的筛选里面 所谓的这个,叫什么 文字筛选,其实主要是这个 不是叫等于,而是叫包含 因为等于的话是要完全,每个字都一样 那包含只要说,只要你输入了那个关键字,它其中有,就是比对到有关键字 在其中的某一个字,或某一个词也是一样 那就可以显示,但录制出来之后的话,有个关键的地方 就是包含的概念就是前后一定会有信号 等于这个信号,然后再加那个字,再加一个后面的信号 这个信号指的是,不管前面是什么,不管后面是什么 只要中间有那个字,或那个词出现的话 它就帮你找出来,那这个叫做 所谓的关键字 的查询方法 OK,那我目前是没有加这个 刚好同学有问到,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 那这要怎么做出来 其实,如果我没有讲,你要自己,其实有个方法 就我刚刚讲,你可以什么,录制聚集 然后把它包含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长得像这样 只是说你要把录下来的东西 加到程式里面做修改的话 那该怎么改 OK,那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这个不困难 首先的话,因为我们要针对筛选 因为我已经把它,这个文字类的筛选 就是已经把它写成要共用的 那在哪里,在下面这里 所以如果像之前 假如说你没有做成共用的话 那变成你要改四个 那如果你改成共用的话 你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好了 哪个地方要改呢 其实最最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所谓的Auto Filter 那个地方筛选,所以往下找 筛选在哪里呢 新增命名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筛选业务 OK 那这个地方Auto Filter 关键的地方就是在 栏数,应该是 数字这个不是 在这里 X 那在X的话,特别注意 你必须把它改成什么 其实它的概念应该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将来要改成菜的话 我先用那个 就类似这样 这边就一个菜 那实际上这个菜是将来是那个什么呢 透过X放进来的 前后一定要加新号 所以如果你要把刚刚的一个X改成 关键是查询的话 那你假如不会的话 至少你要一定要先把这个字串 有没有叙述方法先知道 有没有,等于 本来如果你是关键只有查这样的话 就是等于菜 那如果你用万用资源的话 就是前面加新号 后面加新号 那再来的话就是 如果你要把什么 把这个菜 这个字变成X的话 怎么做 一样嘛就是把那个X串在一个字串里面 就有点像之前我放的I一样 有没有 放I放在一个回圈里面 那一样啊 双一号双一号 所以把菜这个地方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AND移到中间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X就可以了 然后把AND符号把它切开来 这样子就是最后我们要的结果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啦 如果我当然也可以直接写 可是我怕说有些同学不知道前因后果 OK 其实它是什么 本来是一个字串 等于心号 那个字 后面一个后心号 只是那个字呢 要把它改成一个变数 大概就这样而已 OK 懂了意思吧 不难啦 只是说 回去做做看 如果你可以做出来 那表示你是OK的 所以啦 真的就几个字的改变而已 但是 一样啦 会的跟不会真的就 差距蛮大的 会把它录下来 回去请自行再观看 好 OK了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只有改这个地方而已 本来是X 有没有 变成这样子而已 OK 虽然只有这样啦 但是我建议还是如果你有笔记本的话 可以把它写下来 因为真的 以后你要打还是会容易打错 打错的话 哪怕只是错一个等号 你忘了打 哪怕只是end符号 少加一个 结果也一样是完完全全的错误 OK 所以现在也没什么啦 OK 不过有时候为了这一点点没什么 可能就有些人 应该一整天都在想这个为什么 OK 不过真的 会的人 就一眼就可以看出 错在哪里 所以这怎么会可以吗 就是经验累积啦 怎么累积经验 好像也没别的诀窍 就是动手做啦 OK 也就是几乎每一行程度 都要自己去把它重新打过 可能 会是比较OK的 做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呢 业务有没有 是不OK的 所以我现在输入一个菜 OK 那刚刚是不OK 现在有没有菜头 你会发现菜 它就变菜头了 有没有 OK 不过因为你输入是个菜 所以它名称就是菜 那可能会有同意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把菜头把它改一下 可以啊 自己想想看吗 OK 一定是没有问题啊 可以做得到 只是说呢 怎么做 OK OK 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什么 应该是第几篮 对不对 那第 比如说是第三篮 那我说Sales的第三 Sales的瓜糊第三 我要跟 我要跟证一下 应该是 第二列就可以了 第二列的第三篮的位置 然后就把这个给它置换掉就好了 因为一定是那个位置嘛 有没有 那就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不是OK了吗 对 你不要把事情想太复杂 很多城市没有那么复杂的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有 去想想看 只是说我 除了是想很多方法之外 你要想说哪一个方法 比较简单 你千万不要 想一个方法 结果 哇 那个城市写了一大堆 最后解决 的问题 结果一样 这不是好方法 OK 这部分应该可以理解 试试看 所以刚刚 重点就只有 这个地方关键字 再来的话 后面部分的话 就是衍生境内体力 所以再来的话 请各位 我们来变化一下 后面部分的话 其实我记得 我又把它写在最下面 后面改的好像都已经改成这样 但是我上面是 是用在那个筛选门号 是用在下一个练习 实价登录 那也就后面 我希望 将来的资料换一下 换成实价 实价登录各位可以Google一下 Google那个实价登录 内政部就有个官网 里面就有这个所谓的 open data 或者你将来找 open data 网路上政府的资料 超几万 几万种这种 open data 的资料 包含 之前口罩很夯的 疫情的 都有 都非常的详细 所以如果你要去查询的话 都查得到 就开放资料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用这个来练习的话 别人点进去 那里面的话呢 就有所谓的那个 格式 所以将来 如果将来 开放资料除了是公家的 还有私人的 我们互相交 比如你跟你的上游 跟你的下游 或者跟你的客户要资料的时候 或者你要提供资料 给你客户的时候 你也可以想一下 你可以当成是开放资料来源 那可以放哪里 放云端就好了 你给他一个云端的连结 他就资料 自己去云端捞 那你更新的话呢 只要更新云端 一个地方就好了 也就是你可能 几百个绩效商好了 你跟他讲说 你们大家都是去那边 我又更新一个地方 你们都去抓一样 那就是最新的资料了 那我就不用说 每一次 你跟我要一个资料 那我就丢一次给你 那你又跟我 这边又跟我要 我每个都跟他丢一次 那不是很拉费我的时间 我就放那里 所以政府机关的话 开放资料有个好处 反正民众也不会有 需要每天都一直在那边问 哇 那这么多民众 每个人都来问一次 我就烦死了 所以最聪明的政府 就利用一些资讯 为什么 因为资讯 就丢到网路上 网路收入是24小时 24小时的话呢 他其实做实际上不是公务员做 而是 怎么讲 电脑在做 OK 所以你就对电脑就好了 你不要对我 所以我所有东西 我都已经公开了 在那里 你们自己去 除非我上面都没公开了 你再来问我 我就跟你讲一下就好了 那这样应该会去掉很多很多的 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有时候我反而觉得 资讯越公开的话 所衍生出来的那种 因为不信任 而产生的疑问 相对会被降低很多 自然慢慢的大家都信任了 信任之后也都没什么问题 我就照着做就好了 不会说 刁民也会变少 就像戴口罩 谁还会怀疑说 要戴口罩这件事情 对 有啦 难免好像什么捷运 还是有那种人 他就是死都不戴 奇怪 为什么 我也想不透 要他的命吗 戴个口罩会让他呼吸停止吗 应该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了解 OK 不过绝大部分的 现在大家都 好像已经有个共识 所以大家都这样做 这个社会就越来越好 反正就照着做就好了 彼此是一种信任关系 所以政府越开放 大家应该有越越没什么 反而你那越不开放了 比如说你要征选什么人 然后都那个私底下 当然就有话讲了 如果你我已经放那边了 那么清楚了 你们自己都不来报名 你要怪谁 对不对 OK 那就像我自己大学部的课 也是一样 所有成绩都清清楚楚了 你几分几分几分 你哪一天有来 你哪一天没来 我都已经在云端上我有个表 可能 他都很厉害 电脑他都很在行 这我就不做我的事 他说 第二个 你女儿缺席事实太多 他怎么可能 他每天都有上学啊 都有去学校 这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他妈妈就没有话讲了 对不对 因为都那么清清楚楚的 那我 除非还好我都有 已经都记录很清楚 对不对 而且我都有放云端 我手机一打开 马上都知道了 你看 所以我都已经想到说 一定会有这种 不好意思说他怎么恐龙 还是怎么算了 而且你大学生 年纪那么大了 你还要让你妈妈 你又不是小学生 对不对 我都是觉得我是小学老师嘛 我突然间感觉 我是教小学嘛 不过还好啦 反正这都没什么 都不是 就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将来 一样也会慢慢是一个趋势 反正我们东西都放在上面 你就自己来抓 像私下的登录也是一样 那怎么去抓 你会发现 目前的格式最多 就是XF TST跟CSV 还有XLS就是Excel 当然我们现在练习的话 最方便的应该就是 CSV跟Excel 这个Excel 我们用这个也可以 当然它有分 分什么呢 分当期的 或者不是当期的 不过你会发现它切得很细 从109年的第一季 一直到101年的第二季 也就是说它分这么多档 那其实我们甚至可以练习 把它全部下降 然后一键按下去 全部合并完成 你就不用在那边 复制贴 复制贴 对不对 怎么做 慢慢来啦 因为这已经跨工作表 可不可以做 可以 OK 会不会很困难 不是 会写的都简单 不会写的都很困难 不会写的就可能要出发烟钢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也许先练习好了 先用当期的就好了 也许我们先用一个 然后请各位先下载这个 Excel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下载的话 它压缩档 如果是下载CSV 它两枚 CSV该不会也压缩 所以要有个麻烦 如果说它没有压缩的话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直接抓 直接就把资料 直接就塞到Excel 直接就可以做后续了 因为有压缩这个动作 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还是这个地方先手动一下 我们先用Excel的档好了 然后按右键 把它解压缩到 这个目录我看一下 里面的话 哇 这么多档 所以它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把它自行全部合并吗 OK 我看一下 打开 编辑 Ctrl向下 500多个 是不是 这个再了解一下 然后 如果说你要直接练习的话 干脆不然就是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我之前 我有放一个云端白板上面 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个 哪个 我们范例档案里面 就有一个持下登录 我之前整理的 当然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 把它打开看一下 那我们打开之后的话 这是我整理过的 总共的话会有A到I 总共会有6、7、8、9个栏位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请各位帮我做一件事 分割一下 按照什么 哪一区 有没有 分台北市 这是台北市的 我这个针对台北市 做实价登录 帮我分区 OK 然后这边有一个批示删除 你会发现这很像 就刚刚不是做了 实际上我只是做一件事 复制贴上杆 就好了 有没有 这其实蛮简单的 然后删除掉 另外的话 如果要针对什么 筛选门号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在某个地方买个房子 那关键字查什么 我希望在我们这附近中华路 先看一下 中华路 那房子要卖 要卖多少钱 关键字 大概一样 如果我们有加信号跟没加信号 这个地方一定要加信号 如果你没有加信号的话 我们查的是 这一个栏位 对这个栏位 那这个栏位的话这么长一算 你不可能完全等于 所以一定要什么 要用那个刚刚讲过的 按确定 看一下中华路 就出了 中华路 那门牌就是在 这个土地或建物的门牌 或中华路这几个字 那就会出现说 大概是多少钱 当然最后其实你可以再增加一个所谓的排序 我现在是没有把那个排序功能加上去 比如说我要 应该是从便宜 应该是便宜到贵 我们看便宜 OK 便宜 57年加109 哇 哇 57 难怪卖这个价钱 OK 50几 52年的房子 OK 然后总共五成 OK 然后再来就300多万 300多万这个没有日期 为什么不知道 OK 然后再来就 哇 马上跳好几个级别 1500万 天哪 1500万 看看了 OK 所以可能你要找别人 所以可能就打消念头了 总好算了 我们还是不要这个查 应该干脆直接查什么 直接查总价算了 总价呢 那你想说 大于多少 我的预算大概 我也100万了 假设吧 各时百千万 十万 百万 那我最多我只能买到 好假设我 多少 500万 500万应该没有房子吧 1000万好了 好 我500万 各时百千万 十万 百万 100万到500万之间好了 我想要买房子 有没有结果呢 按个确定 有耶 介于 这个就刚刚做过 有没有 好 一模一样 所以 做法 请你用刚刚的成人贴过来改 看一下 在哪边有 那我们可以 也是一样按照总价排去 100多万 这是刚刚中华路的 那个鬼屋吧 然后 政大 这是土地 所以将来也许 标的物也许是土地的 就把它塞 车位 110万只能买个车位 有没有房地 有耶 在哪里 大龙街 民国54年的 72年的 重庆北路 有没有 还有哪里了 德昌街 150万 内湖 大安区 四围路 这是什么 不是 这车位 看错了 所以将来也许 可以再多重的查询 就是说你还可以再把什么 不是这个什么 房地的拿掉 留下来的你要 OK 所以其实这还蛮方便的 不知道仲介 应该也要熟悉这个东西 很快可以知道说 哪边的行情大概是多少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网路上的资料可能没有那么整理那么清楚 所以你也可以大家知道一下 我直接是拿那个我们范例档案 单元05里面的这个范例来练习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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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